这起事件真的是非虫小可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被黑衣人闯进里头 造梢还毁损电脑 但是相关影像居然是人为删除了 引发外界的化然 而且第一时间 袁警还对外说是因为停电的关系 才会让监视器没有画面 这让立委痛批实在是太离谱了 现在他们也质疑着监视器会被格式化 可能是内部的刻意隐瞒 也可能有人在背后施压 好 今天内政部长徐国勇就说了 没有寻思包庇 也会全面来测查清楚 对外界作出交代 我在看会被消失掉 如果很正常 如果都没有都是平淡无奇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他不会去把它洗掉 直询台上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连环炮班向内政部长徐国勇 跑出问题 这么激动都因为 松山分局的检视器竟然被删掉了 警局遭到黑衣人 骑门踏户砸电脑 但是派出所第一时间 竟然用停电的理由来解释 没有画面 直到持续追查 所长才承认是不小心 格式化 说此反复 不止连自家立委都喊离谱 也让外界出现逐多联想 没有碰过任何一位所长 尤其现在这种年轻的世代的所长 自己一个人就这样的去灭阵 然后第二天好像跟谁套好口供 非常有可能 这不是所长他个人的一个意愿 而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压力 是真的不小心还是刻意隐瞒 又或是有人施压 立委质疑是不是有层层堆叠的权力包庇 分局长也觉得自己私底下觉得怪怪的 他所以他把这个录影带去送还原的 这个过程 并没有寻思包庇 虽然已经做出不分成处 也承认会彻底追查 但是公权力受到严重挑战 不尽快理清真相 对外说明实在能向外界做出一帆交代 记者临时大请真台北采访到 这样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